线上课程 实践专业课怎么上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将实验仪器和实验器材投递到学生家中 为学子们构建了600多个家庭的个人电子实验室 我们是把这个学期所有必须开设的实践课程 全部用家庭实验室的方式进行的满足 那么总共投递的是600多套这样的一个家庭实验室的设备 那么涉及到了有三门重要的实验课程 6月29号 武汉大学电子技术实验教学团队负责人周立青向记者介绍 该实验装置仅有A4值大小 集成了试波器 信号源 电源 平谱仪等12种电子仪器功能 在任何地方 只要连接一台电脑 就可以搭建成一个移动的个人电子实验室 仪器肯定不能够是庞然大物 那么其实最终的我们大小差不多是A4尺寸这么大 重量在两点几千克 那么再加上我们的一些这个实验的材料 元器件 线材等等 那么总共也是三点几千克这样的一个重量就可以 所以我们才可以实现这种远程的这种投递 作为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核心基础实验课程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集成电路等专业基础实验课程 在没有专业仪器和平台的支持下很难实施 当很多高校纷纷采用仿真实验或远程实验形式 代替学生的动手实验时 武汉大学电子技术实验团队却坚持要求学生自己动手实验 同样的一个电子元件的模型 实际上它在不同的工作状态下是有不同的现象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是坚定地要求我们的同学 一定要是做这种实际的动手实验 那么这是我们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 也是支持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硬件的方式 把实验室投利给学生方式来做这个课程 还不是说选择一些这种仿真的方式 不少学生表示 这段时间在家做实验是一个难忘的回忆 就我可能之前只是理论上的掌握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它 但经过这一次的实验以后 我知道了如何利用我这些大一大二所学的很多的知识 融合在一起完成了一个东西 之前在线下实验的时候 我们出现一些问题 老师就会亲自帮我们调试 然后我觉得我对这个调试过程的参与度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现在线上实验的话 我完全用自己动手 然后我觉得在电路调试中 这些存在的问题 以及对整个电路的掌握 以及对这个调试方法 我的手练程度都比原来更高了 周立新表示 为确保学生能够在家顺利开展实验 所有寄给学生的仪器逐台检测 所有实验耗材逐个论证参数 所有耗材全部按照两倍以上的数量进行配置 同时设置替代实验方案 实际为老师全天在线答疑 及时通过视频连线进行指导 直到问题解决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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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